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辩亚敏人之外点出以色列人拿刀的共有四十万都是战士 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辩亚敏人征战呢 耶和华说 犹大当先上去 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 以色列人出来要与辩亚敏人打仗 就在基比亚前摆阵 辩亚敏人就从基比亚出来 当日杀死以色列人二万二千 以色列人彼此奋勇 仍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 为摆阵之先 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号直到晚上 求问耶和华说 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辩亚敏人打仗 可以不可以 耶和华说 可以上去攻击他们 第二日 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辩亚敏人 辩亚敏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 与以色列人接战 又杀死他们一万八千 都是拿刀的 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里 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号 当日禁食直到晚上 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烦祭和平安祭 那时神的约会在那里 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 势力在约会前 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 我们当再出去 与我们弟兄辩亚敏人打仗呢 还是罢兵呢 耶和华说 你们当上去 因为明日 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 在这一章的十七节提到说 辩亚敏人之外的 点出以色列人 可以出兵打仗的 大概有四十万人左右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见 那虽然是这样的人数很众多 可是前两次的战争 他们还是败在变亚敏的手中 十八节提到 他们来到伯特利去问神说 那我们要打仗了 那我们神应该先上去 跟变亚敏人来交战 那神就说 犹大应该先上去 那我们了解 这里提到去伯特利来求问神 伯特利是存放约会 跟祭司公子的地方 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 那会幕就先后的放在 世间伯特利跟世罗 那犹大 主说犹大要首先进攻 因为他们很会打仗 很会打仗 那伯特利我们记得这个地方 说的是亚伯拉罕在第一次 他在这里主坛 也是雅各 他遇见神 看见神的使者 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的地方 所以伯特利作为宗教中心 其实是很备受瞩目的 只是说在这一章十八到二十八节 我们可以看见神 给以色列人的教训 讲到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神是他们的王 是他们的主 可是宣战是神的事 他们不能够 自己决定了以后 才好像才让神去执行 那其实这个先后次序是错的 那他们是先已经决定了 然后就问神 直接告诉神 神应该先去打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他们是自己的意志 他们非常坚定的 他们决定要去攻打 变亚密 所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而且对他们来讲 他们认为我们一定会打圣 因为我们人这么多 只是说事实让我们看见 当他们第一次失败以后 他们在神的面前哭嚎 他们怀疑自己 是不是应该再上去打 这个变亚密 那第二天又失败了 他们第二天失败 他们就哭一样 进食到晚上 向神献上 烦祭跟平安祭 甚至他们在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不要打了 就罢兵了 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 一个事件当中 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察觉到 他们跟神之间的问题 那所以他们求神赦免 重新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那里献上 平安祭跟凡祭 可是另外 我觉得在18节到28节 他讲的 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 除了讲到他跟人 百姓跟神的关系 也讲到他们跟 变亚密之间的关系 跟兄弟之间的关系 他们跟变亚密是兄弟 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 那变亚密 他今天所遇到的伤害 甚至这个支牌 他快要灭绝了 这个伤害是变亚密的伤痛 当然也是对他们来讲 对其他十一个支牌来讲 也是他们的伤痛 他们攻打变亚密人 首先受伤的也是他们自己 所以后来他们决定 他们也是祷告神 他们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地去 攻打变亚密人 虽然神应许他们 不单可以打 而且必然得胜 可是为什么在他们有意 他们觉得我们要罢兵 我们不要打的时候 神却要他们去攻打呢 那原来神使他们败在 变亚密人面前 并不等于说变亚密的罪 变亚密人的罪不需要惩罚 罪是一定需要被对付的 那只是说你要按照神的律 按照那个约而行 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只是以色列人当神愿意 神让你们去打的时候 你看他们开始去思想 我要怎么样来惩罚变亚密人 从四十八级来看 你又发现他们又过度了 又过度了 行义过度 他们将整个变亚密支派的 都放在整个圣战的规条之下 他们杀了全支派 还有城里的人口牲畜 又烧了所有的城义 所以为这件事 他们自己也很痛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 有的时候有一个 宗教的规条在那里 可是没有神的带领 就是会很混乱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在十九节我们看见 变亚密人因为战尽地理优势 而且他们很会打仗 所以两次他们都得胜了 以色列联军是利用伏兵 埋伏像约书亚那个政策 打败艾成的政策 他们才大大的得胜 我们看见变亚密他 在这个战役当中 以色列人 以色列联军被变亚密支派击败 联军的兵力 其实是变亚密支派的十五倍 可是他们会这样的失败 我自己觉得有主要的原因 讲的是 以色列联军虽然是神 所使用审判的工具 借着他们要除去这个罪恶 可是他们也要为着 手足相残这个巨大的悲剧 他们负上责任跟悔改 因为他们过度了 他们过度了 而且我们也看见 变亚密支派的士兵 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么 这两次的战争 他们大大的折胜 有的时候我觉得 因为他们有强烈的危机感 所以他们就决一死战 他们就用上他们最强大的力量 可是相反的 联军他们觉得他们人很多 所以也许他们就是轻敌 所以在这两次战役当中 我们看见他们都失败 从二十二节我们也到二十三节 我们都可以看见 当他们失败的时候 联军失败的时候 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这里说他们就在主的面前哭泣 一直到晚上 所以他们跟主说 神啊我们再去攻打 变亚密人可不可以 主说可以你们可以去攻打他 所以第二天再去攻打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又失败了 他们又失败了 又被这个变亚密人 歼灭了一万八千人 所以其实在这个连续接连的 这样的一个失败 我觉得对以色列联军来讲 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不容易的 但是他们这个时候 他们就谦卑自己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他们哭嚎直到晚上 可是我觉得在这里二十三节 我自己觉得他们不完全是出于悔改 而是有一点埋怨 因为他们觉得为什么 神是你说我们可以再打 可是你还是让我们失败 我个人比较觉得说 神有的时候 为了让神的百姓达到 自己期望的境界 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经历 有一些失败跟挫折 那当然神不是不会对付罪 所以在第三次的时候 神让他们再出兵 而且大大的得胜 只是我觉得二十六节很有意思的是 他们失败之后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伯特利 坐在神的面前哭嚎 然后进食直到晚上 而且在神的面前 献上凡祭跟平安祭 我觉得经过了两次的挫折 好像他们谦卑下来 他们这次真的来求问神 而且献上凡祭跟平安祭说的是 他们要向神认罪 要跟神和好 经过再三的失败 他们开始去思想 我失败的可能原因 他们开始去省察自己 他们为着自己的骄傲 跟顽梗 他们来悔改 之前也许他们很倚靠 自己的兵力 自己的能力 他们也没有好好地寻求神 甚至寻求神 只是例行公事 他们没有问神 神我们该不该打 他们一开始就说 谁该先上去打 对不对 这就是他们的骄傲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真的谦卑下来了 有的时候我们遇见苦难 苦难会使我们谦卑 就像这些百姓所经过的 圣经上说 他们进食直到晚上 当之前这两连续接连的失败 让他们更加地谦卑 他们决定要单单地倚靠神 你知道如果他们要倚靠自己 就不要进食 因为进食会使你没有力量 但是这一次 他们真的愿意谦卑自己 他们来仰望神 主你觉得我们要不要 我们要不要再打 所以在27到28节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看见 他们在这里求问神 我们应不应该再去打 还是我们就停止 这个时候他们愿意 主即使你叫我们不要打 我们都可以不要打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有降服的心 只是在这个时候 神看见他们的心 神顾念他们 所以神说 你们只管去 明天我会使你们大大得胜 我会把这些人交在你们的手中 所以谦卑 我觉得很重要 虽然有的时候 神使用我们成为 那个审判的一个器皿 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一定要明白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要这样 紧紧地来依靠我们的神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 在困难的环境 我们都要相信 神会帮助我们得胜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看见你的作为 主我们不能够不敬畏你 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 就是这样单单地来祷告 来依靠你 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聪明 让我们在生活中 可以不断地见证 你的奇妙和恩典 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